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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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各位親愛觀眾朋友們的小子上 今天我們帶來一個中期 超級逆風格局 大概在中期左右呢 對面的打野射手法是超級肥 而且呢我們記得我們才五六千塊 對面的蘭鐸已經一萬塊了 根本就橫著走 完全沒有隊友可以拿領他 看來呢又是拯救世界的一場了 今天我們先帶來愛玲 走的是中路 射手也是一樣的走法 愛玲呢是目前最強的OP神角之一喔 如果說不是最強的那個 所以呢學會玩愛玲準沒錯的 那我們就來看愛玲中路怎麼玩吧 從備戰開始 核心魔門帶來是聖雷 之前呢也會帶神聖守護 都可以了 看一個人喜好 守護呢也很適合愛玲的 他的魔法氣血跟護盾 讓我們秒不掉 若是你被針對呢 帶守護最沒錯 奧義的話呢 除了我們贏不上這一套 出裝呢也是 招出就行 一般來說呢 裝備我們是不會蓋了 除非呢敵方的控制角 太針對的話呢 實在沒辦法 請關子下我們才敢出魔防蟹 出魔防蟹的話呢就放棄爆裂了 爆裂的位置改成穿透 阿玲這英雄呢我們最擅長的地方 就是收藏消耗 然後呢也有一個穩定的爆發 這裡呢碰到敵方利利安喔 我們勾引一下他 帶他在旁邊朝女 結果利利安呢 直接所有技能叫他衝上來 幸好呢沒有扭到他的招呀 沒丟中我們 然後呢這波敵方 先打一個人喔 我們來救看雅雅 雅雅如果上我們車呢 有可能可以回下來 最後呢這個馬洛斯 還想再拿一個人頭唷 完美抖克拉巴道戰 成功的帶走 那麼巧呢馬洛斯也是我們的 三場英雄喔 所以呢距離是拿捏得喔 準準的 這時候呢對面的蘭鐸 已經開五雙了唷 蘭鐸呢不知道他 塔也退了 下路基本貫穿 不過呢這邊我們前面有點糗唷 你看呢這個利利安不講道理的喔 連續兩波 看到我們就直接吐上來 所有招交給我們 最後呢敵方交的資源很多唷 利利安就要閃老海月塔 那沒辦法 這把呢很前期 亥犽跟蘭鐸一人五顆頭 兩隻射手這麼肥呢 真的不好說唷 不過呢幸好我們是艾琳喔 艾琳呢 只要對面 沒有全部坦克的話呢 我們都有機會喔 主要是坦克呢 會稀釋掉我們大招的傷害 我們打坦比較無解 不過呢打坦克就靠 惡魔微笑咯 靠惡魔微笑跟一技能的直接命中 多噴幾下呢 還是可以把坦克噴走 脆皮的話呢 大概一三就可以秒掉咯 當然呢過程中我們還要配合周位 OK OK 找那個蘭鐸再一次開殺 給他一個驚喜 衝過去一技能 嗯 還真的強到了 本來以為節奏不太對 他是沒有制裁嗎 這裡呢我們掛著芽芽的隊友 我們趕緊開大追過去 結果呢蘭鐸很溜喔 太回聲收掉我們的主塔 有沒有 不過幸好呢最後蘭鐸也倒下 所以呢這波還不至於虧太多 目前人頭數16比19 我們又剩144血 哇我的隊友呢 用漏體幫我擋了炸彈呢 不然倒下可能是我 這場呢待到目前為止 對面呢打野射手跟法師都是很肥的 OK 祖卡這裡蹲到蘭鐸 趕緊跟上去 我們大招好處呢 就是他有輔助瞄準喔 治瞄 蘭鐸呢再怎麼位移都懂不過我們的大招 但是呢 我們在補狀態 技能在冷卻的時候 隊友已經倒得差不多了 喔注意到蘭鐸還買了一個 預魔腰帶喔 不過呢沒關係喔 這邊我自己的經濟呢 已經追上來了 只差剩下差不多三千塊而已 這時候敵方剩下一隻 海雅跟馬洛斯 這兩隻呢單挑我們都是覺得有機會的 剛海雅在上路露頭 找到他 直接大招加守衛 躲過飛鏢就能夠打贏 如果他直接開大跟我們噴呢 我們的勝算還是高一點的 只要他技能能夠 躲掉一點呢我們就不會死 結果呢看這個莉莉安 完全不想道理喔 一看到我們就衝過來 這個畫面呢大家是看到很多次喔 幸好呢剛剛我們有躲掉海雅的招 所以我們是滿血的 血量少一點呢都要死喔 所以玩艾琳呢 除了要射的準以外 躲招也很重要是吧 我們下路高地被摸到了 對面的蘭鐸 剛剛我記得蘭鐸是出預魔斬的 他好像把預魔斬賣了 要改出現 對面再是凱撒 不過呢這一波對面拿下了 我們的一技能極限邊邊 K了個頭 這個時間點呢 我們去分推好像不是太好唷 分推呢應該要交給 主卡或者打野去推會稍微好一點 畢竟我們正面打架比較強 與我們在前身打架是比較好的 不過呢你剛剛看到 我們沒有去分推的時候 隊友也不推 導致呢最後掉凱撒 所以呢我們只能夠從 兩個糟糕的決定 你們選一個比較沒那麼糟的 最理想呢當然是我們能夠在前線打架 有凱撒打架去分隊 但是呢這邊我們被迫要自己去帶線了 那也只能這麼做了 這時候呢還有蘭鐸跟亥犽 蘭鐸有出現靈了 亥犽也在 亥犽也在 這一波換血呢對面兩隻 他們比我狀態更差一點喔 亥犽先打 其實還剩一隻蘭鐸 我們大招五秒 好像追到了 哎呀 哇這個蘭鐸很帥喔 太陽蝴蝶呢擋掉了0D的大招 如果呢正常改版的錢 蘭鐸已經死了 這時候呢芽芽 喜歡上我們身了 先秒掉前面的馬洛斯 然後呢我們的目標其實一直都是後面的蘭鐸 主要是蘭鐸是敵方最肥最有錢的 如果我們能夠射他一件呢 就能夠全推他 待會也是喔 專射蘭鐸 對面蘭鐸絕對是很會玩的 我們前面呢 在有兵線有人頭的情況 他會比我們多錢那麼多 這時候呢是魔神凱撒的局 對面的兩隻在下路漏頭 代表呢他們會不敢來吞吵 剩下的 他們也沒有人可以貪草咯 我們先拿下這個魔神 拿下就穩了 直接大招請哥德爾吃 哥德爾先秒掉 然後呢這邊我們零雙被逼出來了 剛收到亥雅一件呢 亥雅已經沒有戰力了 再來往後面射一件蘭鐸 蘭鐸也要倒 有沒有發現呢 我們除了秒掉了哥德爾之外 也請他們的最肥的蘭鐸跟亥雅一等一件 一件呢就足夠讓他們失去戰力了 然後最後成功拿下這一場 以上呢是帶來愛玲中路的實戰解說 愛玲呢是我們目前呢很喜歡的英雄喔 玩起來有一種當初突倫的感覺 然後最後我是尚恩 感謝收看 下次見 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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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家